這裡呢,是金門的糧金牧場 這裡的牛吃的是金門酒廠製酒剩下來的這個酒糟 所以它的肉質,你看鮮甜,纖維夠 在這裡,我們向神獻上感謝鳳姐的我們祷告 阿妹 牛口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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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看到牛口水 好,超棒的 好的,那我們就來享用我們的美食 風上巡檢絲 這裡的景點,這個季節來,跟澎湖是一樣的 對,我們覺得好熟悉,這個風吹起來都很熟悉的感覺 我要去澎湖了 差不多 這個地方喔,你看它這樣子,它有一個很厲害的名字 叫做金門小長城 等一下你在上面看,那個長城多小了,號稱一分鐘可以走 有一些比較高級的住宅 都會想說挑高什麼三米、四米、五米 然後外觀全部都是花崗岩建造 我跟你講來到金門,到處都是花崗岩 到處都是花崗岩 因為這邊花崗岩可能還比較容易取得 是因為這裡整個岩盤幾乎都是花崗岩的這個材質 所以這裡就有花崗岩到處 小花毛 小長城 是不是很長城 這就是一個小景點啊 非常漂亮的一個金門版的小長城 一分鐘 小長城 這個酒頭 這個地方好像很堅固的地方 尤其這個陽光灘爛 風更大 哈哈哈哈 南石戶公園 你看看它有一個挖一個洞有沒有 然後下面有水 對 這裡以前呢是開採花崗岩的地方 我們去澎湖玄武岩老孤石 這裡就是花崗岩 那這裡最有名的建材是哪裡 中間紀念棚 還有桃園機場 成本效益的關係 就是大陸那邊的比較便宜 那這裡就停止不用 以我看呢 這除了這邊漂亮 其實轉過來這裡也是相當的漂亮 相當的漂亮 哇 韓劇明星又來了嗎 啊 啊 不能吃 你假裝吃就對了 啊 我們現在來這邊就是 喊泉 然後大家知道 這邊就是 看誰拍瞎掃 來了 這裡就是很適合 你這個拍瞎掃的場地 拍瞎掃 我本身吵完蛋 Lucky 你可以跟菜媽媽兩個人來比 開始 這就是婆媳之間的吶喊 婆婆煮的菜好不好吃 不好吃 鹹不行 天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這個人應該很是需要上帝的救贖 他有節奏你看 哈哈哈哈 會不會往前 他比較背腿一把 喊 喊 喔很大聲耶 還喊 欸有時候拍手 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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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景點小小的齁 其實南石戶就是這樣 但是喊全是蠻好玩的 好玩好玩 雖然是頭十塊 但是有比抓娃娃機好玩的 對 值得 又可以看到蔡南方 哎唷呀 成功海防坑道 這裡就是在陳景南洋樓 前面的成功沙灘的成功海防坑道 我們上次來的時候 去陳景南洋樓逛啊 拍網美照 但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前面沒有開 今年開了 所以我們趕快來看看海防坑道 GO 這坑道 金門呢 看戰地 看聚落 看特色建築 這個就是很 戰地的一個建築 成功坑道是號稱裡面的東西最完善 我們跟這裡後面 是不是有點類似我們去土耳其 他們躲在這個祕道裡面 這裡面不只是一個坑道 它裡面是有作戰指揮中心 很特別 看起來吧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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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個人是不是很像那個小玩偶有沒有 對 機槍法 模擬給你看就對了 就是歡迎來到夜店 唉唷 這就是走進去是一個早上 啪是不是 對 唉唷 唉唷 手槍唉唷 你叫可愛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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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感覺下面然後藏個酒窖還是什麼 是不是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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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媽媽跟他們差點假牙掉在地上 他們在那邊跳泡操嗎 他們在那邊跳泡操嗎 我去那裡 好走 看一下這裡 蔡媽媽出來之後心情整個很愉快 蔡媽媽對這一個坑道的評價如何 整條路都用跑的 沒有啊 我感覺說喔 喔 這在哪裡啊 看著這個坑道 你知道說以前的 那個那個 那個機智 蔡媽媽已經害怕的說不出話了 剛剛走在黑暗的地方 就跟他在喊拳的時候一樣 今天我們住的東西叫做 鮮事鞭飯 沒錯 這個名字真的是 很有話題性 因為如果人家司機大哥問你說 小姐請問你的飯店是 鮮事鞭飯 你自己已經來到這邊了喔 喔這麼悠閒喔 不要喔 你是大哥嗎 你有睡著嗎 我看一下你的眼睛 很像睡著了耶 我看不太到你的眼睛 你是不是睡著了 我不要了 你不要了 好好好 OK 我們住的這一間呢 也是非常在京城裡面 然後也是非常靠近市區 晚上開車過去大概五分鐘上下 然後去他們說 Foodpanda是可以送到的 他七樓有一個餐廳啊 他白天的景跟晚上下午的景不太一樣 他現在給我們上去看一下 來囉 來囉 啊唷 哇 跟照片很像啦 哇 這個空間感覺蔡媽媽可以在這邊跳舞 厕所呢就是简简单单 干湿分离 洗手槽在外面还是双台面 来请进上床 早安 她妈妈在这个早餐风景里面 三面都是窗户 这边很漂亮 这边很漂亮 早上吃这个广东粥 我本来说我都吃青菜小粥 但是这边来哭了 青菜小粥 青菜小粥 青粥小菜 就有点像在吃双包开的口感 有面包感就对 有口感是扎实的 这个好吃我喜欢 今天我们的颜值担当 就有我们的 怎么害羞 你怎么害羞 颜值担当跑掉了 现在就是要去烧金盲猎鱼咯 坐船了 好啊 不要坐多坐到这边超大 那一旁风吹 现在我们要出去外面咯 金盲大桥通车 我们赶着来 对 来干嘛你知道 来坐船 来坐船 因为通车之后 你很少会在坐船 因为开过去 开车要五分钟而已 而且你也租车骑车了 你也很少会坐船 所以我们赶在通车的时候 赶快再来坐船 好的 现在一道就是 九宫码头 哇这游览车间也是很多 我们这次呢 本来要坐2点的这个 电瓶车 然后想说 12点来的时候 先去这个九宫坑道 那九宫坑道 刚好来的时候 因为潮汐的关系 就还要等2个小时 所以我们就改坐计程车 那电瓶车 一个人是250元 65岁以上是150元 那坐计程车 我们今天这样子 三大一小四个人 是4个小时1000块 那差别就是差在 这个比较贵 但是它这个行程 你就可以自己指定 我要去哪里去哪里 通车之后 当然你有租车租摩托车的 金门大小 收拾过来就OK了 现在来 永世堡铁汉堡 这里要吃 不正是汉堡 要吃午餐 三层楼在往路上 算是有名气 但我现在来 知道为什么 因为它的地点很好 他就在那個寶的旁邊 這裡也有這種 兩個人以上一個人350 他就直接幫你配好 包含冰都有 所以我們決定就點這個 然後這個食量不能滿足太太 他現在在點額外的東西 現在媽媽現在在看 他什麼時候照片 也可以像名人一樣放在上面 他再看看哪一個位置最適合 他這個你點套餐 免費提供的我聞到了 我聞到紅茶味道了 而且是有蝦糖的紅茶 好喝嗎 比早上的紅橘子的早餐好喝 芋頭是現在列宇最粗產的東西 秋冬的時候秋天 芋頭跟蚵仔是可以搭配的 可以啊 喔好傷喔 這裡產的蚵仔是10顆 石頭上面挖下來 這都是小小的 然後QQ的 來了滿滿的一桌 擺起來以為是養豬行程 加上蔡媽媽本身是非常喜歡吃蚵仔的 很多時候的烤魚 現在都盛產劇了 因為六十多年才來這裡第一次 所以他們什麼料理都來吃 所以我整桌上 我來吃吃看 嗯 它應該嚴格上來說 它叫做芹菜煎 上面的醬是酸酸的 然後我一吃就把一半都吃掉 來這邊就是吃蚵仔跟蚵仔的產物 蚵仔是硬硬的那種 有點像是卡拉木酒 有一種粗一條一條的 卡拉木酒的細一點的那種感覺 它是一個甜的食品 你認定吃它的菜名叫做 魚連肉 剛剛問了老闆娘 對 這個是戰地軍糧 芋頭加上千年不敗的豬肉罐頭 就是阿兵哥都會放這種肉的罐頭 然後他們拿來跟這個蚵仔炒 肉肉 就是肉肉加芋頭啊 噢 干貝科乾飯 它一上來的時候我就聞到很香的胡椒味 這家有點像油飯的頭感 就是喔 但是沒有那麼黏 乾飯是不是 蠻好吃的 整體喔 它這道菜沒有很鹹 我覺得很好吃 然後吃瓜很保有它原有的味道 但是沒有土味 有些吃瓜有土味 不要說吃瓜有土味 有些人都會有土味 這裡如果你點它的套餐 最後就是還會有這個冰 它這個蚵蚵 然後還有這個蚵 加上這裡的那個原生種桑聖 它有山區 我吃的是桑聖區 桑聖區吃起來有點 甘甘甜甜 那你誰好吃 要拌牌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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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媽媽現在有的吃 基本上都不會給你講口感 這是誰 你要跟他認識一下嗎 阿兵哥的皮膚是不是有點好 你看這地上這是什麼 你知道嗎 我拌牌應該有什麼 好 這地上這個就是地雷 碰碰 這就是地雷啊 我人眼旁觀 戰爭的時候齁 這裡的沙灘布滿了地雷 曾經還說是全世界密集度最高的前山喔 那有人踩到地雷被炸飛過 非常多 我們排雷也是排了很久以前 這個沙灘是不能夠進來的 有淨灘就對了 對 排雷啦 淨灘 淨灘是叫噴手 到底好多人講淨灘 這裡也是暗民山鳥 就是蔡媽媽最喜歡的地方 哈哈哈哈 怎麼會最喜歡的地方 我們來看看有沒有在排雷 有耶 他們在排耶 對啊 嗶嗶嗶嗶嗶嗶 嗶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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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看起來是觸怒驚心 哇這兩邊就有這個 當初地雷的 不同的形式吼 跳彈的 他說這個是小的地雷 小顆的就是炸斷你的手跟腳 因為你需要再派一個人 來扶他 所以炸一個就等於有失去兩個兵力 前面就會經過蔡媽媽最愛的地雷區 我好最愛我咬起來 看了唷 怎麼會弄 你這麼早撿到歪就好了 哇! 另外一個堡壘走出來 哇! 蹦蹦蹦 我媽媽有沒有包尿布 今天早上出來 有跟蔡大哥借兩天來包 那天安睡布 對,安睡布 開花到以前的人是有的 是很想我 不怪有人要上來金門做兵 還是齁,北部都可以留 鐵漢堡 現在要去雙口海灘 好了,現在要來報到 然後要來這邊更衣 我們現在來換衣服 你是5號 好 那就是等一下要做成你成績燈拍攝 有模有樣耶 3 2 1 3 2 1 兩軍交戰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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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戰計畫 直接有這個在打軍中又戴口罩的人 來告訴他 怎麼在講八卦 這個地方除了射擊場以外 孩子喔 也有一大片的這種地方 他這邊有沙子 流滑梯 攀岩場 還有一個 奇怪的阿嬤 這小孩子的天地耶 你看這邊後面這整片的齁 而且感覺是新蓋子 怎麼那麼乾淨 我這個宣服是修身款 還想叫我穿M 我明明就是個S 8 1 2 後臨廣播 後臨廣播 來了來了 參加3.43 射擊 就是我們 參加3.43 什麼遊客 我們是軍隊 基本上這個是免費的 完全不用錢 但他會著收清潔費50塊 50塊拿來幹嘛 用香噴噴的洗衣機 把你洗的膀胱 這一補很香 我們的徵召力已經在找我們 噴 3 5 射擊時間大約15到20分鐘 總共會射擊7 2 8 嗯 那我們使用的槍 是國造T91 造造部槍改造器動槍 大家手上這一把是1比1的防針槍 槍 槍除了保有原本 3.5公益的重量外 他還有後座音 所以操作不當 有沒有姿勢不當 就可能造成右肩受傷 唉唷 所以我們在這邊叫他基本持槍 我從頭到尾只聽到 一直說 右肩會受傷 令我覺得非常的緊張 不是不是不是 右肩會受傷 如果你怎麼知道 右肩會受傷 我覺得我聽完我的心已經受傷了 現在要前往射擊官 這個有拒錢耶 唉唷 好 打得先來吧 這就是台台的初階射手 對 是不錯耶 你看我的音質 認真看怎麼覺得 槍是不是有哪個顛倒 你在台灣常常會看到 在某個季節就會有所謂的盜浪 尤其你去台東 那來到金門 如果你季節對得像現在這樣 不是看到盜浪 是看到高粱海 就是我們後面的這一區 西方老街 我在西方社區這邊的西方老街 在我旁邊這位兄弟 就是住在這裡特殊的一種藝術品 他叫做鳳雞 在大金有風師爺 在小金有風機 正邪必殺 這裡就是再重新整起來的一個地方 蠻漂亮的 這跟那個東陵老街 東陵老街聽起來怎麼有點想要罵人的感覺 東陵老街跟這裡遙遙相忘 那邊 據這個司機住在這邊五十幾年說 以前那裡非常的熱鬧 可是這裡可能就要到旺季的夏天才會開 那像現在淡季的冬天 就是像這樣子 淡淡淡淡淡 來了啦 我還要開就還是要吃一下好了 對 一個五火冰 然後一個蜜芋頭 你要加百香果嗎 百香果這樣 我可以加料就對了 在五火冰加百香果 在這邊點 然後來到對面的金有秋池 這下面也是蠻漂亮的 點餐 一個銅片牛奶 我以前他們洋軍就切了唱片 哎呦 以前都叫做Cube 好 我要收錢 晃灰灰啦 鄧麗珍啦 所以你以前也是屬於音樂小公集對不對 現在要帶蔡媽媽去買蔡媽媽黑茶 這樣 你自己開的款 沒想到你到這邊 屬於要做這麼寬 這樣喔 你才有名 嘿嘿 好 兩 兩個蜜蜜 蜜粒 蜜粒 蜜粒啊 蜜粒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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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蜜粒喔 這樣要一個蜜粒 跟一份這個 蜜粒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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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整條街的招牌 就是延續以前的傳統 叫做用寫的 以前的招牌都是用寫的 電影海報都是用畫的 這是蔡媽媽的那個年代 所以畫面就有這個 蔡媽媽為我們唱一首 我只在乎你 哈哈哈哈 我以前說 只要唱蜜粒粒 還沒唱回去 蜜粒粒 蜜粒粒是一個人名嗎 好芋頭 還OK 我要吃一口 它真的是蜜芋頭 下去打的 這個是 這好吃嗎 應該吃一個 好 吃一個 看起來五花八門 果乾 他們是果乾 這以前人的 冰果池就是這個 看起來就像是傳統的這些冰 可是它口感還不錯 很有滋味 現在又再次 回到我們住宿的地方 這個是 雙人房 雙人房也是 蠻大的 我覺得他們 房間的空間都很大 對 這有一個可以休息的地方 然後窗戶 OK 哎呦 金門的天空 有我年輕的笑容 什麼 另外一間 超人房 因為他知道我們在拍攝的關係 然後我就跟他說 可不可以借我們看一下 請他房型 剛好沒有房客入住 對 每間 裡面的牆壁的造型 跟裝潢都不一樣 然後價格 我覺得也是很OK 像我們住的那間 大概是 三千五上下 對 我覺得這邊 電梯是一個很重要 我也行 因為你看這個電梯一打開 你的行李載重 對不對 這裡還有一個蠻好的 我覺得這服務人員都蠻好的 因為我們其實出門都會帶一些 常備藥 或者是體溫器 這是剛好帶落膏體 他們就大半夜去幫我們借 凌晨一點的時候 幫我們借了溫度計 然後還借了涼 冰枕 對啊 一涼38.7 覺得好貼心 現在已經在機場候機了 對 以上這就是我們這一次的行程 覺得這一次再來金門 真的感覺很不一樣 對 我們是帶著任務來的 然後比較大的景點 我們去年的時候都有去過 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過去看 那這次就補幾個 我們上次沒去過的景點 我也常常玩 哈哈哈哈 第一次來 第一次來 對 好的 以上這就是我們影片 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要訂閱哦 對 拜拜 這是說拜拜嗎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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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